各位網民大家好 又是星期二的時間 照例當然我們有龍耳社的邵先生和惠蘭 和我們做翻譯 今天說什麼題目 當然是全城都在說 財政預算案 財爺已經出來 見完建制派 他當然不肯見民主派 見完建制派的議員出來 他就說我們會有點微調 大家聽完之後是否收貨 如果不收貨 怎麼做呢 是否可以3月6日 和我們一起在喆打花園3時集合 反對財政預算案 為何要反對財政預算案 我相信你也有想法 當然歡迎你打電話來 31628767 我今天請來兩位嘉賓 右手邊的是曾國鋒 他是工會的中堅份子 所以對財政預算案一定有看法 我相信是你工會那些 不是 你那些應該怎樣說 那些會員 會員都很強烈的意見 一會兒跟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那些風頭火勢 我左手邊的就有阿東 歐陽冠東 他就是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幹事 阿東特別對於6000元珠珠的強積金 也很有看法 我打大斜駭很明顯 有人看 是軟斜漏打的形勢 但你太斯文 見不到曾俊華 就來了 我在電視上看到有個團體去示威時 跟他剃鬍 我覺得挺浪 應該吧 我想整個制定財政預算案裏面 這個注資部分 根本會令到我們老貓少數 因為強積金 在對上剛剛過了十周年的時候 其實社會應該都對強積金 這個制度是幾有意見 究竟是不是一個保障退休的制度 其實我們見到社會有討論 或者議會都甚至動議 說要全面獲得強積金 但是我們見到政府的回應 就是他們說過甚麼 我們都會的 給大家多兩隻基金 我們會看收費問題 但是我們想說的是 強積金的隱身問題 就是整個退休保障制度的不足 我們就其實認為 當才爺現在好像嫌錢多 然後這樣派 然後就扔下去強積金 不是一個容得其所的情況下 為甚麼不可以索性 將注資240億的錢 為甚麼不索性 就是具體一點 將它變成一個500億的總資基金 放下去推動一個 全民退休的保障制度 這個說法其實對我們團體來說 都說了兩至三年 我們都曾經用過很多的方法去跟財爺說 例如這個例子是 今年是財政預算案 其實財爺過往都經常叫大家給意見 給意見 不用又鬆都可以給意見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怎樣給意見 他那個受邀請的人 我們不知道他怎樣界定 哪些人是受邀請 哪些人是不准受邀請的 我們唯有用盡任何方法 就將我們的信件 我們整個方案就算給了財爺也好 其實他是隻字不提 我們見到整個財政預算案的回應 都只是去到說人口老化 要微雨籌謀 我們將來的可能支出更加多 所以我們要更加多的儲備 其實說到底是甚麼 都只不過是一個守財爐 我們覺得既然曾進華沒有甚麼特別做 你不如具體一點 有少許公職 推全民退休保障 其實我們都不想他那麼慘 不如就是這樣 因為公民黨都有同罪 我們都有給很多意見 其中也有包括用500億出來 做一個總子基金 做一個全民退休保障的開始 但是趁這個機會 希望都可以跟網民介紹一下 究竟你的方案是怎樣 為何要拿500億 以及是哪個公款 現在強積金都那麼多人在吵 大家都覺得公款不好 為甚麼全民退休保障有甚麼不同 我想回到我們未有強積金 當我們年輕一點 回歸十幾年前的年代 其實當時未有強積金的時候 社會應該討論兩種的退休制度 一個就是現在強積金 就是由一些私人公司 和你管理的退休 就靠僱員僱主公款 另外一種就是 由政府僱員僱主三方 一起去公款的一個退休制度 我想其實兩個制度 本身是沒有矛盾或者沒有衝突的 但是基於那十年代 很多政治問題和爭拗 基於可能回歸 最後政府只行了強積金這個制度 但是其實首先都是重複 沒有衝突之餘 我們看到其他國家 在行的退休制度 其實是幾樣東西 可能大家有時會聽過 張建忠經常很喜歡和大家說 什麼三條支柱 大家說什麼三條支柱 好像一張桌一樣 一個是中門 我不知道為什麼 長者中門是一個退休保障 這個真是荒謬 因為要有衰弱子 然後要全家一起簽 我最近還聽到 原來連國內的子女 如果你國內有子女 都要簽衰弱子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即是怎樣呢 你叫香港退休的老人家 怎樣有保障呢 三條支柱我不知怎樣理解 即是一千元 我不知道怎樣理解 一個退休保障 第二個就是大家 都應該身受其害的 強積金這個制度 第三個就是鼓勵 所謂私人儲蓄 其實一聽 可能對所謂基層 或者比較低身一點的打工制 根本這個三條支柱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去到 政府雖然死人堅持這件事 但是世界銀行其實 實際現在建議 是一個五條支柱的退休制度 其中一個就是 因為看到這個三條支柱 不行 所以就會加一個 就是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 就是用一個三方公款 勞資官一起去供 去給整個區裏面的長者 一個最基本的退休金 我們看到 其實這件事是做到的 在我們聯織 大概2004到2005年 其實我們就具體建議一個 叫做全民養老金的方案 那個方案的做法 其實都是用一個勞資官三方的概念 去做公款 我們就會說 那時候其實我們沒有說 政府要擺中自己的 我們覺得那時候 你直接如果假設 在強積金的公款裏面 可不可以有一些連結出來 就是去供到全民退休保障裏面 然後做出來 其實我們做到一個長者 可以有3000元的退休金 當中可能政府都會 因為勞資官 政府要負擔 它官方的部分 但是現在政府是有的 例如生果金和長者 縱援的基本金 我們就說這兩塊錢 加上如果是強積金的部分公款下去 支付我們65歲以上的長者 其實是可以做到每個長者 3000元的一個退休金 這是2004年的事 我們就 那時候聯席一直努力爭取 去到隔了六年 其實我們都見到 這個制度不可以再拖 因為再拖 其實整個社會 負擔之會更加越來越重 所以導致到 如果現在要再推 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時候 就需要用一個 剛才所說的 500億的總資基金 去填補那個納規 因為我們的社會 現在人口未到高峰期 我們社會的相對上比較有不同 其實去到2030年 大家都知道 老人老化的問題 大家都在想 你在2030年之前 你要做些事的話 其實你就是現在要做的 因為如果不是 你越遲做 你越不能累積足夠的錢 可以使到老人家 65歲以後 就有3000元 事實上 我想最大的分別 就是強積金和全民退休保障 最大的分別 一就是 事實上 你如果強積金 你真的要有份工 你還要人工去到那裡 你才可以有這個水平 你才可以說 有資格供款 如果你說 你都未去到那個水平 你根本就是 沒有得強積金 沒有得供款 也都變成 將來退休的時候 其實三大支柱 哪有支柱 是斷狀來的 另外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當然是 你剛才說的 不是兩方供款 三方 即是寬方 加上政府 政府其實 說的是公帑 說的是稅收 各方面 你想想 我們6000億的儲備 其實公帑 如果你說放進去 注資入去全民退休保障 事實上 那個分別 就是說 你是稅收之後 在財富再分配 令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到年紀大的時候 有足夠的保障 我想看看 這6000元對你的公會來說 首先說你是 這個 國泰 空中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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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6000元強積金 是否你的會員 有些有些沒有 其實我想 如果大家有記憶的話 就在 剛才阿東也說了 基本上是在這個NPF 在強制禁推出之前 基本上香港是在行一個 叫做職業退休的保障制度 OSO 我們現在叫做OSO 這個制度 其實最基本就是 它是一個私人管理 它有一條條例 就是要求這些公司 要求這些公司 設立一個這樣的 退休保障 就是他們去 其實運作和現在差不多 不過就不是強制性 就是說他們都是一樣 大家 老闆和大公仔 有些大公司 老闆和大公仔 一人拿筆錢出來 就是去設立在 私人投資公司 設立一個 設立一個 基金 然後大家去供款 但就不是強制性 這筆錢 基本上 在設立了這個NPF之後 本身在做這個制度 有一些基金 是可以繼續保留到現在 我看回數字 大概有38萬的大公仔 是用這種計劃 而他們沒有拿NPF 換句話說 裁爺派6,000元 注資進入這些 打工仔的強制金戶口 裏面有這個38萬的 本來是用著一些 自願性的公款 退休的計劃 是沒有的 即是沒有這個6,000元 當然其實 公務員 即是長逢的公務員 亦都是沒有這些強制金戶口 所以為何你發現 那麼多公務員出來吵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最有趣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剛剛有一個說法 這個我們都未得到證實 因為有些記者朋友 跟我們說 其實政府建議 就是這些 拿著柯嫂的等公仔女 都可以拿這6,000元 他要想想怎樣補獲 是 就是派多6,000元 你拿到6,000元 聽到當然很開心 但問題就是 你怎樣拿呢 然後政府的建議就是 在你原有的戶口以外 就幫你開設一個 新的一個強制金的戶口 即是專為6,000元而設的戶口 是專為6,000元而設的 是管理這6,000元的 哇 這樣就有趣了 就是我當然 今年才爺就 開創排米 預料一年年都派6,000元 就把6,000元下來 但是如果下年 或者大後年 他以後 他只是派這一年 他以後都不派的話 那我這個戶口 是不是永遠都來管這6,000元呢 那不要緊 問題是 今年可能有些銀行 就說第一年 不收你這個行政費用 但是第二年 他不保證他不收 如果我每一年 這6,000元 都要交這個行政費用的話 很簡單 如果當我今年是35歲 這樣計算 我就說五歲 拿回這筆錢的時候 這6,000元剩下多少呢 就是整個 你看到整個 今次的 我想銀行要收你行政費 你只放6,000元 只放6,000元 最慘的是你每年 當你有1% 或者2% 都好 你都已經 可能真的三十年之後 你那6,000元 我不知道 可能分分鐘 你要自己偶突 拿出來 但是你是否有些會員就是強積金 有些會員就是這個 我們 其實現在 我們 我沒有那個數字 因為這個 我們拿不到那個數字 但是基本上 我們 基本上 在1996年之後 入職的同事 他們都是可以選擇的 大部份可以選擇 要不就是這個 要不就是這個 NPF 其實就是 我們裡面 那些同事之間的說法 就是說 如果他們通常 自己的計劃說 可能公司不會做得長的 通常他們會拿NPF 如果他們打算是中生職業的話 通常他們就會選擇Aso 因為那個 就是我們公司本身 自己的Aso 就是他們 要做滿一個年期 之後 你離開你才有錢拿的 跟NPF不同 NPF就是你工了就是自己 但是那個 我想 一個問題就是 在今次這個主資裡面 就是 對於Aso的同事來說 那他們是否收到很多 很猛烈的電話來 雜訊 沒有了 其實這次我想 跟大部份的香港人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工會的大工子女 都好 他們自己都是香港人 香港都是市民的一部份 基本上 我們這兩天已經是 陸陸續續收到一些朋友 收到一些電話 已經跟我們說 他說 喂 3月6日是不是上街 公會你們自己會不會 拉橫牙 上街 我很支持 特別是NPF那件事 我就特別興奮了 所以這次3月6日 都是那一句 如果大家是有意見的 大家對這個財政預選案 是不滿的話 我想大家跟我們 無論你是打工仔也好 無論你是甚麼人也好 你們都一起 3點鐘 借打法院 我想知道 其實現在 反對6千元的住資的人 其實最反對就是 你令到有些人沒有 所以譬如他沒有強制金戶口 所以這些人反對 還是反對說 為何你放在這裏 我65歲才有用呢 因為你知道 民建聯現在出去 就跟才爺說 不如我可以拿一半 當是自動供款 或者有時他們說一半 有時他們說 全部6千元都拿出來 如果真是 譬如曾俊華聽了 民建聯的意見 就說 給你拿完6千元 那你覺得那些人會不會收貨呢 會不會覺得這樣就是解決問題 我猜 當然 兩類人都有的 有些人 他們真的覺得 你付6千元 我很不實際 因為這6千元 可能我真的等到我退休 或者我根本沒有65歲 可能我60歲 我已經不在這裏 那這些錢 放給我做甚麼呢 你根本是在這裏 只虛烏有的 另一類 我想大家更加清楚 就是究竟整個財政預算案 特別是這一部份 他是不是解決到 我們一開始 這個香港市民 希望他去 至少面向幾個主要的社會問題 這幾年我們經常說的幾件事 第一個貧富懸殊 第二個就是樓價高期 第三個就是 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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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現在越來越厲害 第四個就是人家老化 這幾個我們稱為最主要的社會矛盾 你財政預算案 你有沒有 不是說要今年立刻解決 但是你有沒有朝向這個方向 面向這幾個主要的矛盾 去走出第一步呢 正如我們公民黨也好 或者很多團體 或者很多民間團體都提出也好 你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要積極去考慮 從一個全民退休保障的角度 去至少可能 就是有一個總子基金 或者用一個什麼形式 去重新檢討過 現在這個統一保障制度 反過來 在通脹方面 他提出那個 抗通脹消費 抗通脹的 i-bond i-bond 這個i-bond 也是一個笑話 永遠的說法就是 永遠的說法就是 有錢的人 就是不會買這個債券 沒有錢的人 就買不起這個債券 就算你有錢 你又買些債券 你又這麼幸運 讓你抽中 那你又可以 保障你通脹多少呢 例如你一萬元 你買到一手 那又怎樣呢 即是 即是抗到通脹呢 即是 即是 即是抗到通脹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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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回 作為一個 打工仔 很簡單的看法 就是 我對這個政府 整個財政預算案 是有一個期望 那個期望就是 我希望 他那個面向 最少他知道 有這幾個問題存在 第一 第二就是 你提出的措施 你不是在那裡應付我們 我們說我們要派錢就派錢 我們要派桶就派桶 我們不是在說這些 因為我們在說的是一個 就是特別 可能我們這一班 我自己剛做的爸爸 是在看下一代 你寶寶多少月 五個月大 五個月大寶寶 即是在看 即是做爸爸 希望看長一點 看長一點 現在看長一點 以前就 以前今晚被人吃飯 今晚被人玩了 現在看長一點 真的看長一點 就是說 你的社會面對這麼多 這麼嚴重的問題 你那個政府有沒有 那個決心 拿一些交貨 拿一些措施出來 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看完整個財政預算案 就是樓價 寫屋地 接著 通脹 就叫I-BON 接著貧富懸殊 他有些錢 給那些清貧學生 幫助他們補習 其實他是有些措施的 你想想 他在支出方面 加大了二十幾個百分比 他幫助一些清貧學生 又有一些老人的院舍 其實他是有些做的 但是真的很小的規模 力度夠不夠 還有當你說的 那麼多的盈餘 還有那麼多的財政儲備 其實市民的期望 就真的 你有一點長遠的眼光 最慘的是 你說的那些事情 你做不到 我想是 對我 或者對 對保障聯繫來說 比較失望 是他過去這麼多年 都有講人口老化 但是他具體所做的事情 其實最多都是 什麼要預留些儲備 或者是儲資強積金 我們看不到 人口老化整個規環是什麼 我們期望的是 政府你自己提出 將來2030年之後 社會上很多的老人家 的負運率等等等等 但是我們想知道的是 我們怎樣去處理整個問題 就不是我們只有一個講字 就好像曾俊華 他講來講 我們要增加儲備 要應付人口老化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句號 應該是我們要提出一些 具體的措施 包括衣食住行 可能對老人家最基本上是 這件事 有沒有一件事 是可以具體回應的 究竟整個退休制度 30年之後 強積金 是否可以保障到 30年之後的 打控制退休 這個是否一個 很簡單的討論 或者整個退休保養制度 怎樣走下去 是否一個持續的制度 是否可以整個制度 拿去討論 我們見到 政府從來都 要是拖 要是拋棄 要是要預留儲備 我們覺得這樣很難收貨 對一個民間亂例來說 就算你預留儲備的問題 依然是 你有了儲備 如果不用的話 做老人家 覺得是不行的 他應該只是守財 如果你說 只是說三果金 或者就算你說 長者乘車的優惠 甚至說醫療券 長者的醫療券 也是 你覺得真的不足夠一個生活 所以始終大家都想 政府真正討論這個問題 但我也不太明白這個政府 其實如果你虛應一下 你也可以說 好啦 我們找一些專家去研究 政府最厲害的 找一些專家外販 不是 找一些研究員 拿幾百萬出來 去研究一下 例如你說空氣質素 你說氣候暖化 這些他全部都拿去 給一些專家去研究一下 然後做一輪報告 這已經拖了18個月 為什麼政府不可以說 這個全民退休保障這個問題 要找一些專家去計算 他有的 他有的 他的問題是 在2004年的時候 政府找了一個 中央政客組 CPU做一個所謂三條支柱可持續性研究 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他的研究是2004年到現在 今年2011年 即是數回7年 7年都交不了課 那算怎樣 即是沒有交過功課 沒有交過功課 我們見張建宗 他每次在立法會裡面說 我們正在做一個可持續性的研究報告 非常有持續性 我聽到7年 這些就是你說的虛應的方法 像空中流角 每一次你問的時候 我就正在做的 他最流行就是這個 但我想現在 那個問題就是 我想今年 大家最流行的位置 就是剛才說 你可能和 現在很多人 將未來的3月6日 可能和 03年7月1日 大家在比較 那個分別 即是03年7月1日 當時有很多政治問題 也有很多經濟問題 當時有23條和沙士 剛剛 23條和沙士 大家記得當時的背景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就是政府經常說 就是那些財赤 當時政府一直很強調 就是當時梁錦松 就說政府要財赤 所以很多社會投資 很多社會福利 就在那裏 上減債 但今年的氣氛 正正是反過來 我們是有七百多億的盈餘 亦都有六千多 差不多七千億的儲備 那這六千多七千億的儲備 究竟是流來做什麽呢 我們有那麽多 那麽嚴重的一些社會問題 我們需要用錢去解決 以前經常都說 沒錢就沒得說 現在有錢 為什麽還是沒得說呢 為什麽這些問題 我們還是 政府仍然是 我覺得是由曾俊華 扮演這個角色 真是很一流的 他永遠都是那句 不行 他好像沒有反應 你跟他說有沒有 他是叫做Poker Face 就是那個面部 沒有什麽表情 是的 永遠都是沒有反應的 你怎麽問他 他都是沒有反應的 令到 我想這次大家 那個火 那個靈的地方 就是這裏 你那個落差 那個對差 那個民意的期望 真的太大 好 我們這一節就講到這裏 回來我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其實我都覺得很深奧的問題 就不是說 那個財政司司長 在這個預算案裡 怎麽令我們失望 而我覺得其實香港人 是應該趁我們討論這個財政預算案的問題 其實和整個政治的制度 是一起說的 因為其實為何我們要爭取民主 其實和民生是有關係的 現在預算案其實是很民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是有普選的話 這個財政預算案是否會不同呢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大家探討的問題 第二節回來再和大家討論一下 各位網民 我們回到第二節的時間 剛才休息的時候 和阿東講起 我現在明白為何 師長經常說聽到這麽多意見 為何出來那些產品 好像和自己的意見沒有關係 原來你經常想試圖給意見 師長 但永遠都不得其門移入 我們永遠給不到 為何 你說來聽聽 他說州道開聽證會 聽什麽會 你可以去給意見 你沒有申請進去嗎 不是 我是有的 你每次都去的 一旦有份 你就要表格 你就去拿去申請 帳篷是要自己找回來的 你以為這麽好心 人家政府各個部門 在這麽散些方式給大家 給意見嗎 其實在次次財政預算案 大家應該聽過 會有四次的諮詢會 其實次次諮詢會 我們自己團體都會說 那給個意見 師長 我們都會用它正規的方法 例如它 會有些諮詢會 進去發表意見 我們理解是一個正常的市民 你對財政預算案 有期望 你進去給意見師長 不用留書給他 那我們就 入一張立場給他 但是我們每次聽到 入完立場之後 政府方面 或者民政處的反應 都會說 兩個反應 我是聽習慣的 我習慣 第一個就是 沒有一個諮詢會爆了 即出席人數爆了 滿額 第二個就是 不好意思 你不是一個獲授邀請的團體 或者邀請人士 你是不能出席這個諮詢會 我聽完之後 難怪永遠財政預算案 實際跟我們一般普羅大眾的 期望的落差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它是被人罵 推一保障的事情 你一定知道 但問題是 你只是選擇性 聽某些意見 結果 又好像做到 今次財政預算案 那樣全盛 讓我告訴你 你的名額究竟去到哪裏 我做過這些 很短時間 做過這些受邀請人士 那時為何呢 有幸一段時間 在地區上做過一些 叫做區議會的爭選委員 其實大家知道 區議會有一些區議員 可以提名一些人 即是區議員推薦入去 推薦入去區議會下面 一些委員會裏面 去參與一些地區事務的 一些角色的人 大家都知道 現在整個 香港大部分區議會的 政治形勢是怎樣的 基本上就是 建制派 建制派為主 即民主派 或者是一些 雙雖地 一些非建制派的聲音 一定是少數 在區議會裏面是這樣的 去到 聽證會 聽證會的時候 你一樣是這樣的 小數派 變成就是 我們那時又怎樣呢 其實每天 一有這些會 他們第一時間 就會寄了一封信給你 然後 民政署會有專員 打電話來提醒你 就說 幾月幾日有個諮詢會 你到不到 然後 真的會來提醒你 如果你是這些人士的話 他就會問你 我可以預留一個位置給你 我亦都做過小孩子 我試過預留了一個位置 然後就沒有去到的 也很坦白說 因為 時候沒有找回你 也沒有找回我的 因為那時候剛剛有些事 出席不了 去不了 可能很多這些人 通常第一個時間 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先留一個位置給我 我也想去聽聽 我們又沒有突然想到原來 他們是沒有直接開放給這麼多 就是普通大眾的市民 這個就是他們的運作方式 然後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去到這些聽證會的話 我告訴你 你發表了一些意見 如果你是批評他的激烈的話 現場 分分鐘你會感覺到 你自己是一個好少數的聲音 即是那些空氣會冷了很多 突然間 可能會有些反應給你 你全靜了 又或者可能 會一起反過來 即是會有些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會感覺到 為什麼好像 你在外面 你說的東西 好像很多街坊都是這樣想的 但你進去的時候 你又好像突然間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 師長 常常都自我感覺良好 因為他周圍的人 給他意見的人 都是跟我們一般人的意見 有些少許不同 所以這個也是 我覺得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 所有的傳媒 聚止在談財政預算案 但其實 明天 星期三 立法會開始 連續幾天 我們會開立法會的大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法例 我們要辯論的是特首選舉 和立法會選舉的條例 其實就是落實去年 本地立法 即是增加五個議席 這個區議會的立法會議席 即是叫做超級區議會議席 功能組別 另外就是五個一直選的議席 當年就是這個選委 即是政選特首的選委 也有八百去做千二 即是落實這個條例 我們公民黨 就放了60個修訂 進去 做甚麼呢 就是把傳統的功能組別 公司票 我們將它變成一些個人票 另外就是很多不太民主的事情 我們也盡量整理民主 例如八百人變成千二人 總之就是分豬肉 總之就是把原本那些有議席的界別 按比例增加 我們說不對 應該按一些選民的人數去增加 另外也是區議會的界別去選 去選委的時候就是全票制 我們也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 應該是一個比例代表制 所以我們放了很多的修訂 但是沒有甚麼記者有興趣 也沒有甚麼市民是有興趣 我覺得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傷心的地方 其實老實說 政制和預算案 其實兩者是有很重要的關係 為甚麼才爺只要聽少數人的意見 為甚麼他反映不到我們大多數市民的訴求 為甚麼他不看長遠一點 我覺得其實跟我們政治制度 如何產生政府是很有關係的 如果你想想想 政府是市民選出來的 他要經過一個選舉的洗禮 他有一個政綱 他政綱的時候 可以交代告訴你 如果我做特首 我會建幾多堆屋 我幾多年內建幾多個公屋 即是我的交通津貼 是不是有雙軌制 我會否有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我的醫療保險 或者醫療保障會怎樣 這些都說了 你在選舉的承諾 或者15年的免費教育 中學的中班 你沒事的 你到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你便落實 你選舉的時候 我承諾 你當然不可以一次過落實 你也是分階段落實 我覺得這些 其實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我覺得一個很明顯的事情 就是財政預算案出了之後 蔡爺就要上電台 要回答市民的問題 市民打電話進去問他 你知不知道 宿米斑派一碟 現在要多少錢 他說 不知道 然後他去立法會 又問他同樣的問題 我覺得 你第一次已經錯到 梨沙大譜 這個政治ABC 你有什麼理由 不知道民間政府 任何一個選舉 經過選舉過的候選人 都會懂得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問題不是 你知不知道 宿米斑派多少錢 因為問題是 你知不知道民間疾苦 我去做選舉的時候 我基本的數據 你要背熟他 你不懂得吃宿米斑派 不要緊 你可以說 番茄糕飯多少錢 我知道 我想這會反映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其實現在我們 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 仍然是 承責了我們殖民地制度 下來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精英心態 你看到這次 特別是才爺 他在面對公眾 對他的這些 一些責爛 或者一些批評的時候 他可能 我會相信 他自己內心 是有一套 他自己覺得很對的信念 即作為一個官 他應該要怎樣守住儲備 他應該不可以 立暖說 別人批評他 他就要回答這些問題 我會覺得 他是有這一種 這種精英 這種傳統殖民地官僚 那種的威嚴 但是問題 正正剛才阿阿淑所說 因為他是沒有經歷過選舉 他們沒有經歷過 如果一個民間的選舉的話 他放不下這種包袱 他看問題的時候 他永遠只是看到他自己 過去可能是他上級 或者是他那個教育 他自己學習的過程中 他自己可能在書本上的一些道理 而他沒有認真地去看到一些很重要的社會矛盾 你是需要去處理 你需要去解決 經歷過選舉的人 但是那個不同就是我真的下了區 你說我聽得走馬漢花也好 你說我認認真真去聽也好 我在整個選舉的過程裡面 我真的要逐個市民逐個市民 他走過來跟我說的每一段說話 我真的要聽一次 我真的要聽 我自己做過參加過選舉 雖然我輸了 但是我參加過選舉 我經歷過這個過程 每一個街坊 你很快就會慢慢感受得到他們的生活 你感受得到他們的壓力在哪裏 即使可能你甚麼背景的人都好 經歷過選舉的話 我很相信現在大家看到 有些其他黨的富豪級的人 都願意放下包袱 不以真是假 但是都願意放下包袱去走去聽一聽 去面對現在這個社會面對主要的麻煩 問題就是 你經歷過選舉洗禮 至少你見到這個社會 現在大部分的市民 過一些甚麼的生活 然後你做這個官的時候 你做這個位的時候 你會以這些市民 他們所關心的事情 作為你自己心目中的抱負 去解決這些問題 現在蔡爺 即我們見到他的態度 正正其實我覺得已經不是很合時宜 因為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在說田北辰都已經說 要窮富翁大作戰的時候 為甚麼蔡爺他好像還回到 我認為他真的好像回到殖民地時代 有一個青年人問過蔡爺 他說不如介紹他去做窮富翁大作戰 那蔡爺怎麼回答呢 他說我不喜歡做這些真人show 其實我覺得是 市民真的不喜歡官做show的 不喜歡任何做show的事情 但問題不是你做show 還是不做show 而是你了不了解 你能否體會到 有沒有一些同理心 我說得最簡單的 你有沒有一些人味 我覺得我們的官 冷漠到沒有人味 你怎麼可能 他第一次在電台市民問他 你知不知宇偉班買多少錢 他說最近沒有吃 不知道 我覺得你應該背熟一些基本數 他第二次跟著當日早上11時多 他去到立法會 我已經跟我隔壁說 我有沒有搞錯 今早的蔡爺在電台上這樣回答 話口未完 又給他一個機會 問他那些粟米班買的錢 你猜他怎樣回答 他說我不喜歡吃粟米 我不喜歡吃班買 即是 我說不可以說 第二次機會給他 好心 不要說我是財爺 我是他隔壁的公關 我都會提一下他 我問了 快餐廳 現在粟米班快 以前二十多 現在三十三分 即是 你問我 我懷疑他 他的公關可能有提 你也鬥一鬥 你說是不是 他重複一次說 他還以理直氣壯 扮起他的臉 他說我不喜歡吃粟米 又不喜歡吃辦法 我那天跟市民說 你叫他吃粟米 你叫他吃粟米 最糟米就是你一件事 我覺得 其實從來都覺得 精英是好東西來的 即是我們社會是需要一些精英 但精英的心態 就有些問題 即是你經常都覺得 只是你自己才對 你才不知道 其他市民 你真的跟他沒有一些人情味 沒有一些人味 我覺得現在的高官 所以我想市民的憤怒 是有道理的 還有我現在在街上 看到一些不認識的人 今天我在升降機 有人在我後面拍我肩膀 他說我寧願不交稅 他說我直接給錢窮人 他說我沒有交稅 他覺得這個政府就太無能了 是的 所以 你見到現在 我想這個其中 精英心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 我想我們經常說 就是光年組別的問題 事實上 在這個 現在的政治制度底下 你看到這一兩天 那個形勢的發展 大家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上個星期 就是所有的政黨 大家都一起在這裡 聲討著蔡爺 但是一過了那個周末 就已經 就是有一幫建制派的人 進去 就是和蔡爺見完 走出來 就是蔡爺就已經就說 我可以 這幫我朋友 這幫我朋友 我可以微調我的預選案 就是幾個問題 這裡大家很清楚 第一就是 為什麼要只是建制派的人 第二就是 建制派的人 你們 就是 為什麼見完之後 你們就馬上可以有微調 上個星期你看到他那個 就是作風 是硬到暈了 你是完全覺得 好像沒得談的 這次突然間 你又 你說可以微調 然後出來 就是多一個疑問就是 你們背後有沒有什麼政治交易 是不是每一次你要送禮的時候 都是送給這幫人 我們叫做 就是現在有個 Facebook上面有個說法 是不是叫做 什麼 民主派就在拼命爭取 跟著建制派就在 在 作響其成 成功 成功爭取 成功 就是在作響成功 都是成功爭取 不過就是別人成功 你才爭取 我反而 我反而不是從這個角度 我不是說 你 當然 你可以說你建建制派 為什麼不建民主派 民主派 你始終 如果你從直選來說 民主派其實選民 是佔更大家支持的 但這不是說 酸葡萄 或者不公平的問題 其實我想大家更加反省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你想想想 如果有一個選舉 就是我們能夠選我們自己的政府 選我們全部的議會 好處呢 除了你說有成熟的政黨 有政策的研究 你可以投票 有政綱 你知道他上了位之後 他會做什麼 而不是到時 留騷不留騷 到時會炒雜 最後消了他別騷 是的 還是什麼呢 我覺得 如果你 想了一個關門 做了一個財政預算案出來 然後突然間 建制派給你一些意見 你便說 我便急就張 這個六千元 你說要即時拿走 即時拿走 你說要退稅 你便要退稅 你便要退稅 喂 你有沒有理念 總之我要欠你的票 你又要拿你的票 所以你要什麼我給什麼 你要什麼我給什麼 喂 我想問 這些不是民粹嗎 是不是功能組別 要求你的東西 就不是民粹 大眾市民要求你的東西 就是民粹 對嗎 所以很多人就說 香港不可以普選 因為那些議員 私自開這麼大的時候 有很多要求 所以如果你 一人一票選特首 一人一票選普選議會 那便變了福利主義 我經常想說 其實你做完議選案出來 被人逼自己逼 你就亂了大陸地改 這更加是民粹 更加不合邏輯 更加沒有張法 其實你應該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你面向全部的市民 透過一人一票的方式 公平公開 大家選人 選政綱 選理念 然後選出來 你的財政預算案 你便跟著 你選舉的承諾 便做出來 你選民是支持你 他又會監察你 他又知道你想做什麼 大家都有個可見性 即預算案 其實都是 某程度 亦都是預知 他會怎樣 不是說 你想著突然變成另一件事 然後逼得多逼 又變成另一件事 即政府不是這樣做 現在 你反過來 我真的覺得他亂了張法 而且我覺得他民粹 更厲害 更厲害 因為很簡單 我記得有些建制派 都說過 他們都說支持這個 全民退後保障 但現在進去見完之後 出來 把口又好像沒有以前那麼硬 他有些理由 他說成功爭取 我現在本來六千元 就是你65歲才有很多 現在成功爭取理由 即時有得拿 你已經感激我 我成功爭取 我做了我議員應該做的事 即是這樣的做法 是否真的 對香港的長遠來說是好呢 反而我覺得民主派 在這些問題上 是理性得多 你其實應該是 整個總資基金 整個全民退休保障帳 譬如公民黨 我們建議 你應該拿60億出來 整個清新空氣基金 幫助一些巴士公司 去更換 提早更換一些巴士 也都是 譬如這個小巴 譬如16座的小巴 變成20座的小巴 即時便會買一些長陣的 新的車 又會環保一點 是吧 另外你那個清新空氣基金 亦都可以幫助那些 舊的柴油車 就是堅持去劏車 是吧 其實很有趣 這次他不是 他反其道而行 因為他就加了 新車的稅 你看那些頭 在補貼那些 舊的柴油車 叫他買新車 那頭你又加他新車的稅 首次登記稅 究竟想鼓勵 還是想叫別人不要買新車 所以很多時候那些事 我真的有時想想 政府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我同意你講的 特別是長遠的理念 就是管治香港的長遠理念 是很重要的 我們看到其實不是今次 其實是回歸之後 這麼多次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已經是見不到 即使以前殖民地年代也好 即殖民地你同意他 不同意也好 他是有一套貫穿了整個殖民地年代的一套 即是管治財政的一套理念 即是當時最喜歡說的 積極不干預 你同意不同意也好 他是在行那一套 你看他所有的政策 其實他是很合理的 即是相對應那些做法 當然有些是 當然有些是 大家有些爭辯的地方有些不同 但是你回歸之後 你見 即是由積極不干預 開頭還有講這幾個字 現在講小政府 小政府 大市場 現在就講大社會 即是以前就講大市場 現在就調轉了 即是他怕你說他官商勾結 所以不是大市場 就是大社會 但是我覺得 大家只看財政儲備 你已經知道 這個不是小政府 亦都不是大社會 因為事實上你想想 政府六千億的財政儲備 根本 你那些錢 而且最生氣的是 政府有錢 即是市民有錢 不是 大家是否同意 這又是歪理 有時候很常見守 政府改這麼多歪理 好像孫公出來講的英王書院 董事公不准投票 他說這當然是自願 不是不自願 人人都有意見 最終都是不一定要投票 即是被自願 即有時候有些高官出來講 那些賜士而非指鹿為馬 真的我覺得是越來越生氣 所以3月6日真的應該上屆 一定是 真的 我覺得 講回財政預算案 這個問題 亦都是有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我也想提到 就是 那個政府 究竟要儲備多少 才夠呢 他越儲越多 沒有目標 以前 梁錦松年代 也有說 即是說 政府儲備的水平 是他一年 十二個月的花費 你想想 十二個月 政府一毛錢都不收 都夠用的儲備 應該都挺好 這個未算外匯基金那方面 所以其實 大家我覺得 當然你不是一個科學的水平 要說一定要儲多少個月 但你不是應該越儲越多 越儲越多 所以如果當你大部份的錢 都存在政府那裡 而不是放在市民 市民當然是最懂得知道自己 什麼需要 自己怎樣用錢 但你說政府 抱著他不放 你然後告訴我們 其實是小政府 大家都覺得這個不真實 還有你說大社會 其實錢你不是用在社會 不是還富於民 不只是還富於民 但我覺得還政於民 還富於民 其實是有關係的 如果他真的說大社會 我們說工會 我們經常都說 集體談判法例 他會不會給我們 最簡單 我們經常都說 其中一個 做工會之後 最大的體會 就是你其中一個 去解決貧富懸殊的方法 其實工會的集體談判權 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已經在機構的層面 我和公司在談家人工的時候 已經談得到公司的家人工的話 其實我不想和政府拿錢 拿得這麼辛苦 是不是 現在的情況就是 這些就是大社會 一個大的民間社會 市民本身應該也是充權的 他應該在他們生活的不同環節 是有更多的參與 很簡單 如果工人應該有集體談判權 他可以和老闆 大家一齊 就住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保障 所有事情 如果在公司的層面 解決得到的話 為什麼我要和政府拿 要對政府有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說大社會的時候 我想 都要想想究竟 什麼是大社會 大社會 我覺得應該是大市民 如果政府聽不到的話 我們真的要走出來 告訴他們 所以 都在這裡呼籲大家 3月6日 3點鐘 遮大花園 一於 告訴財政司司長 這個預算案 我們不收貨 再重新做過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非常多謝兩位嘉賓 也很多謝龍二社的朋友 下星期二再見 拜拜